过去几年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时间管理方法 在每周五天的科研工作之余 做博主全网收获50万粉丝 副业累计收入7位数 读书恋爱运动社交一样也没落下 我总结出了三个我一直在坚持的 帮我最大化利用时间的习惯 让你不用早起也能把一天过成48小时 习惯一主动获取信息 屏蔽到那些与个人成长长期目标无关的干扰信息 重新夺回时间的掌控权 互联网上99%的信息都是噪音 当你无聊时下意识拿出手机 被动接收着大数据推送给你的搞笑视频 无脑短剧明星八卦 这些信息抢占你的注意力 利用你的情绪像黑洞一样吞噬了你的时间 而逃出黑洞的方法就是主动去获取 剩下的1%的宝藏信息 像我会用RSS阅读器 订阅一些国外大佬的博客和网站 随便花时间就只刷这些 我主动筛选过的优质内容 不过这些文章一般都很长 我会先让AI帮我快速总结出文章重点内容 再挑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深度阅读 英语不好的小伙伴也可以让AI自动翻译 在短时间内就能获得大量高质量信息 机关二 随时记录 永远把事情写下来 用书写代替大脑思考 能节省很多时间 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书里看到了一段有启发的话 视频里学到了一个有用的知识点 或者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想法 当下觉得挺好的 但是因为没有及时记录就一闪而过了 事后怎么也想不起来 就这样浪费了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 我会用手机里的备忘录 或者手写笔记先把想法记录下来 我们的大脑只擅长思考 不擅长记忆 只有通过记录的方式 把零散的知识内化成自己的理解 才是有效学习 习惯三 出去走走 试图休息才能更高效地完成工作 为时间和生活设置正向循环 研究表明 人长时间待在封闭的工作环境中 很容易抑郁 而当你出门去看看现实世界 就能减轻很多压力和烦恼 每年我会给自己安排 一到两次的旅行 走出去看看世界 周末留一天出去走走 去做那些让你享受生活的事 劳逸结合才是涌动的秘诀